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为什么越来越多老人选择新型养老 既不用去养老院 也不拖累子女 我们一起来听 很多人认为 老了不适合子女住 就是去养老院 可是和子女住久了 难免会产生摩擦和矛盾 去养老院又觉得没面子 害怕内里的孤独和冷漠 其实养老的方式不止这两种 在新型养老观念的影响下 很多老年人都开创了 不少新潮的养老方式 你可以不和子女住一起 也不用去住养老院 而是和一群相识或相投的同龄人 一起一边养老一边享受生活 不仅能过得丰富多彩 快乐自在 还能尽量不给子女们带来麻烦 在国外 夫妻俩一起开露营车 大房车旅游 已经成为一种 最时尚的养老方式 在国内 也有不少老人 加入开房车旅游的队伍 他们有的是租车 有的是把小面包车 改装成房车 不管是哪种车 都阻挡不了他们旅游的快乐 一边旅行 一边露营 将以前想去的地方 全部去个遍 去看那个高山巍峨的雪山 去看那灵动秀美的湖泊 去体验少数民族的异域风情 去看看曾经上山下乡的地方 一路上 车就是家 累了 躺在柔软的床上 看看电视 欣赏外面的碧海蓝天 饿了 给自己做一顿 简便可口的晚餐 还可以来一个淋浴 冲去一整天的疲劳 颇有乐趣 二 旅居养老 如果觉得开车旅游费用高 不安全 那就试试旅居养老吧 和老伴好友们 挑一座风景美 气候宜人的城市停下来 不用赶时间 看看风景 尝尝美食 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间 还能结交到许多的好朋友 当代空潮流寿老人 与日俱增 多年甚至十几年 两个老人对应相坐 面面相去 如果许多老人结伴 一起坐车 一块住宿 一同爬山 同桌吃饭 那一定是一番笑语连连 其乐融融的景象 三 抱团养老 孩子们在外地求学 或者忙于工作 偌大的房子 只剩下孤零零的两个老人 寂寞相依 不如和志趣相投的老友们 开启抱团同居生活吧 早晨一起锻炼 吃饭 上午一起看书 聊天 中午一起吃饭 看电视 下午一起打麻将 喝茶 晚上一起吃饭 夜里各回各家睡觉 老了 能跟有共同记忆的老朋友 一起消磨时间 不做任何事情 本身就很快乐 很有意义 四 回归田园生活 退学后 避开拥挤 远离喧嚣 从城市搬到农村 呼吸新鲜的空气 种一块地 养一只狗 住一座屋 这里池塘清澈 花香满院 这也是一种新潮的养老模式 回归田园生活 回归田园生活 我们可以房前种花 屋后种菜 可以养鸡 鸭 鹅 猫 狗 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 什么都是新鲜的 换一种生活方式 享受劳作的乐趣 老年生活 老年生活 也就变得多姿多彩了 谁说老了 就要在家好好待着 逃离城市 回归田园 改装房子 那些年轻人热衷的玩意儿 我们也可以统统玩个遍 对于热爱工作的人而言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虽然到了退休的岁数 但头脑依然清晰 双手灵活 反聘去工作 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人老了并不是没有价值 只要你愿意 仍然可以活跃在 自己热爱的岗位上 为社会的建设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果不能去旅游 不能去乡下 在城市过一种慢生活 也能有滋有味 精彩无限 以前总是忙着工作 没有时间陪家人老伴 如今刚好有时间 可以和老伴去公园散步 去菜市场挑菜 去商场逛街 变着花样给家人做 一日三餐 研究营养食谱 在家上上网 看看剧 在微信上和老同学 老朋友聊天 看大山 学习一些养生知识 自己的身体 自己管理 大部分朋友 可能经济条件 不是那么优越 还需要帮儿女 照顾孙子 这也没关系 既然不能做一个 有钱的老人 那就做一个 有趣的老人吧 研究表明 培养一种兴趣爱好 能促进大脑运转 延缓智力衰退 增强人际交往 提升幸福感 和老友相约 喝茶下棋 看书作诗 修身养性 和闺蜜约着 一起去学习舞蹈 瑜伽 既能锻炼身体 还能丰富生活 人各有各的爱好 只要是自己喜欢 且无伤大雅 不如就好好去研究发展 时间久了 你就会发现 日子越过越有味 人也越活越年轻 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发现 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 可以帮老人增寿 七点五年 我们就要这样过 为自己好好活一把 活得更精彩 更有味 人要活得快乐 长寿才有意义 而老年也应该是 精彩的模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行电影